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前总统陈水扁 近期的健康跟精神是频频亮红灯 去年9月开始 马杰精神科主治医师陈乔琪 每个礼拜固定来替陈水扁看病 一个小时到现在有十多次 半年前陈乔琪就透露说 陈水扁目前在崩溃边缘 而他接受中国时报专访 也首度证实陈水扁就是崩溃了 最坏状况就是轻生而死 陈乔琪表示他曾经问过陈水扁 总统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而陈水扁是毫无犹豫的回答 国务基要费案被铐上手铐的内幕 因此陈乔琪也判断 这就是陈水扁崩溃的关键